那么咱们再回到这个 托派纲领批判的这个内容上 这个咱们上一次呢 谈到了就是第九章呢 他呢要把这个 所谓的列宁主义 不是所谓的斯大林主义 其实就是马列主义嘛 他做了系统的批判 然后他提出了一个反驳 然后提出一些 怎么去实现托派的纲领的 所以他有第一条第二条 咱们都走过了 那么咱们现在走到第五条 他说第五条呢 他说这里边呢 要实现他们的纲领 而不是所谓斯大林主义的 他说啊 这种国家政权及生产手段 私有制被废除 并不会自动的 同时带来个人财富 文化遗产及思想影响方面的 特权的消失 更不必说商品生产的 所有因素的消失 这都是对的 这都是马列毛是完全认同的 那么说 在资本主义被推翻以后 在相当长的生产力的发展 还不够满足 真正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 自动出现 与滚固的时候 这到底什么意思啊 真正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因为你看他们老说啊 这个社会主义是无阶级社会 所以呢 真正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那就是共产主义吧 也就是说生产力水平 发展不到 这个共产主义的时候 那么小生产的残余 以及货币的因素 经济因素的残存 还有可能使得这种环境中的资本原始 积累呈现 这句话是错的啊 小生产的残余啊 还有这种 你看列宁讲这个 就习惯势力啊 小生产呢 每日每日的产生的资本主义的啊 这都是真的 那种资本主义倾向啊 这个咱们看的比较清楚 但是呢 这里边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呢 就是说 在实现共产主义以前 商品生产是离不开的啊 就是说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里边 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 仍然有商品生产 这个商品生产的性质和资本主义的不一样 就是说 这个 可以这么说 它是一种 怎么说 它不完全 因为它是这样子 就是说 一个商品生产出来的时候 属于全民的啊 那么通过这个 消费品的市场 工人把这些商品买下来啊 比如说买的鞋呀 买的自行车呀 买的手表啊 或者买的油盐酱醋啊 这些 买下来以后呢 就变成个人的了 所以这就和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大的不同 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啊 在生产出来以后 属于啊 生产资料 所有者的啊 就是说 苹果手机制造出来以后呢 在它出卖以前 属于苹果公司的啊 那么 然后呢 我去买 这个手机 买了以后呢 这个手机属于我的 所以它是 整个商品生产 是从私有到私有啊 这个交换 那么在 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的 商品生产的就不一样了 它是呃 这个商品生产出来属于全民的 然后呢 呃通过这个消费品的市场 呃打工人的工人阶级吧 工人阶级 呃拿自己的工资去购买的商品 购买了以后就变成个人的了啊 所以它是从 全民所有到个人所有啊 这个性质就不一样了 嗯 那么呃 但是呢 这些的都不是呃产生资本主义的最后资本主义 复辟的最根本的原因啊 因为因为商品这生产在共产主义实现以前是不可避免的 然后货币呢 也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如果你说你说这个资本主义复辟有了这两点就会资本主义复辟 那共产主义永远不会实现 所以那是一个悖论 所以最主要最主要的啊 最主要的还是一个官僚特权的确立啊 官僚特权呢 啊 我先就想啊 托派的官僚化 闹了半天 到底是什么 我一直琢磨 哎呀 我希望托派能告诉我 他们的官僚化到底是什么 我看弄了半天 呃 有可能他们的意思就是官僚特权 弄了半天啊 就说干部啊 他他也区分 有些人呢 我不知道啊 呃 所有的理论下 反正有些人区分干部和官僚啊 官僚区分在哪里呢 就是呃呃 干部没有官僚特权 这个呃 官僚呢 有官僚特权啊 弄了半天 反正是一种解释方法啊 所以他们说的官僚化 恐怕啊 恐怕啊 我不不敢一定啊 因为真是没有找到一个官僚化的明确的定义啊 可能就是指的官僚特权的存在啊 那么这个我们认同啊 官僚特权的存在是个最根本的原因的啊 资本里复币的最根本的原因啊 那么呃 有了官僚特权的存在 他就会呃 第一是啊 第一是啊 不是反对 第一是群众监督啊 所以呃 也所以官僚特权的确立 其实这个跟货币关系不大啊 真的 这这这这个这个商品生产残余什么的都都不是不是很重要的关系啊 因为他是用这个官僚特权的 它不是按劳分配 它是按权分配 按官分配 对吧 按值分配 按等级分配 它不是按劳动分配 所以这些呢 是完全可以废除的 好吧 他就认为 这样会 他们认为有的商品 商品的小生产 残余有这个货币 就会导致资本的原始积累的出现 这个 这个其实 不是那么简单 因为即便在苏联崩溃以前 甚至毛泽时代 官僚投资派本身 它并不是通过直接的资本的原始积累 这个不是主要的 那些小商小贩 那个出几点大事 主要还是官僚特权 官僚特权呢 他呢 就能直接掌控生产资料 然后呢 他直接掌控生产资料 他没有群众监督的话 他就把这个 把这个人民委托给这些人管理生产的 变成了他自己私有的了 所以他是名义上 是还是这个国家的 对吧 干部 但是呢 他的行为 他会在生产什么 如何生产啊 这个呃 如何分配 这些关键问题上 他是从集团小呃 个人小集团利益出发了 所以他就直接 他就直接可以鬼推磨了 就是说他不需要货币的积累 他能达到鬼推磨的目的 对吧 你想想 咱们说资本主义社会 他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啊 所以呢 鬼推磨 推磨这个是 他他要就资本主义那个思想体系啊 呃 他是一个正当人上人 他要当人上人 他要出人头地 所以呃 这个是他的目的啊 你像川普争了半天 他要当老大 并不说光是有钱 对吧 他要当老大 这个老大呢 不光是钱多 是权力大啊 他要主宰一切 所以呃 出人头地啊 当人上人啊 要是鬼推磨啊 他要的主宰一切 所以这是他的目的 鬼推磨是他的目的 所以呃 就是有货币本身啊 在呃 计划经济下 很难实现呃 这个这个货币的积累 成为这个鬼推磨的 这个方法 而是通过权力的啊 这个呃 在升降的这个就 这个呃 官僚体系里边啊 怎么去升迁 对吧 怎么往上爬啊 这个呢 就实现了鬼推磨的目的了 对吧 所以呢 他们心里的紧接说啊 呃 所以我是说他们这个呃 没抓住这个问题的根本 托派看到一些现象 把呃 直接看成重要了 没没找到核心的东西 啊 同样的啊 他们说啊 同样的在资产阶级啊 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已经失去了 统治阶级地位以后 很长时间内 社会及经济上的某些不平等现象 还会残于资产阶级的小资产 的思想风俗 习惯文化等等啊 这都会继续存在 这些呢呃 这些 说实在话 这些小资产级思想的残余 表现在 脱派 脱派是小资产级思想的最典型的表现 因为他们要捍卫啊 个人小集团利益 派别利益至高无上 他们自己说他自己呢 好吧 没关系啊 嗯 但是他们又说了 就是说这些对这个 错误的思想的存在啊 这些呢 嗯 不能通过 嗯 镇压 就是说 思想上的 呃 问题也不能通过镇压 这个我同意 就是说 人民内部矛盾 不能通过专政的方法啊 来解决 所以这里边呢 呃 联系到一个 问题呢 我也在纠结 就是你记得那个 写的那个 呃 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这句话呢 其实现在想起来是不太对 啊 不太对 因为 主要的问题就是说 呃 资本主义的复辟呢 很大问题上还在 一个是官僚特权 一个是呃 群民监督没有 但是还 你说全面专政是什么意思啊 那个对一些错误的思想啊 你怎么 你靠专政的方法是不对的呀 啊 所以呃 不能用专政的方法去对待群众中的错误的思想啊 啊 所以这里边呢 呃 还是要通过摆事实讲道理 通过说服教育啊 这方面其实呃 托派说这个话呃 我认同 对吧 啊 但是他又说是实际上长远来说 因为无产纪缺乏真正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经验啊 啊 因而官方的呃 国家理论呃呃 缺乏可信性啊 这种行政镇压 所以他就认为这个呃呃 你你用强制的手段去克服群众中的错误思想是没有效的啊 所以这个呢 我就觉得挺奇怪的 他们一方面反对文革啊 一方面谈这个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呃群众呃通过运动啊呃 自己教育自己的过程啊 哎呀 所以他们说了好多有价值地方其实就文化大革命比这个他们要丰富的多啊 啊这个复杂的多啊哎呀所以他们不研究文革然后空谈哎呀啊好吧呃 然后呢他们说啊呃然后李嘉呃列了这个三个啊他说要消灭小资源的思想对劳动群众的影响 他说唯一有效的方法啊唯一有效咱们看看是什么东西啊 第一啊与所有主要生产资料的收回国有同时进行的是将印刷所电台电视台呃广播站收回国有啊 也就是说解放传媒传播媒介啊使之不受广泛传播思想的大企业的物资支持 我说我说我说这我们到底讲的是无产纪专政的还是资本女社会啊 你收回国有了那么些那么那么广 大企业是什么意思啊哎呀真是我们到底讲的是无产专政下的媒体呢还是资本女条件下的媒体 大企业是是什么呀 啊他是呃全民所有呢还是个人小集团所有啊所以他说所以不太懂他到底是讲了什么对吧呃 呃那么你你你你说这个呃呃呃所以这些呃传媒必须是国家所有 国有所以呢国家所有的就不受这些大企业的支持 嘿嘿嘿哎呦我我不懂他们说什么啊 然后呢他说第二个呢啊创造实际的思想失去再生的物质基础的客观条件 呃那么什么是客观条件呢 我又是挺困惑的啊啊就具体什么呢 呃失去就小生产的产生是靠社会化大生产去克服的啊 所以社会化大生产越广泛啊就是说劳动人民的人口中啊参与到社会化大生产的比例越高 那么小生产的小资产阶级的那种东西呢他就越少啊 但是有时候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呃很多东西啊呃我就凡是能单干 做出来的基本即便是即便是在一个非常长的产业链里边 如果有一个环节你可以单干啊 啊那么那个小生产那种自由散漫的东西还是会存在的 你比如说呃滴滴打车呃出租车司机 他呢呃是一个他呃想什么时候呃出就出想什么回去对吧 他完全是他可以接单等等吧 所以他就就在很大程度上有那个小生产那种自由缓慢的这个思想 所以让这些呃呃能够单干的人联合起来不容易啊 所以在这个社会化大生产的过程中呃咱们把农民小资产的呃消灭了啊呃但是呢呃就是大工业里边 仍然有很多能够单干的呃呃工作啊 那么这样的话那个小资产机的思想仍然还有呃很多这个呃领域的啊 他还有很多物质基础的啊 嗯那么呃那么也所以呢就他这个就是呃恐怕呃我要理解呢 就是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随着社会化生产的这个占人口的比例高了以后 小资产机的思想的这个呃存在的条件就少了啊呃这就好吧 那么第三啊第三他说在意识形态政治方面对这种思想发动毫不留情的斗争 毫不留情的斗争那五斗算不算呵呵呵五斗算不算那呃呃这种斗争只有在公开的讨论及公开的进攻相对情况下 换句说这种斗争只有在思想反动的人可以有保卫他们的思想的自由的时候 才能满足对吧 那么你想想这个呃还是咱们说的你你自言自语没人管你 但是你要你要通过媒体来宣传这个啊 啊那么呃你你你你随他一些自相矛盾的啊 所以这里边就说呃偷派呢往往把别人呃就是他批骗批判别人呃属于民主 但是别人批判他就属于呃迫害就属于迫害 那么毫不留情的斗争那这斗争是什么意思呢啊 所以呢就是说呃所以这里边呢就是到底是呃他他就说呃这种东西呃必须在思想反动的人也能发表他的思想的时候 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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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第一条说是这个呃不受这些这个大企业的物质支配这里边很矛盾啊我看的很矛盾啊对吧那那些呃人那些大企业支配的他们有反动思想 你你你允许不允许人家说呀啊啊好了我不太懂对吧啊所以呢这里边呢资本主资战阶啊咱们最近刚谈到这个问题就是资产阶级的对什么是言论自由的界限是由伪害呃这个私有制作为标准的 那么无产阶级的那么无产阶级对言论自由的界限也是由伪害全民所有制为标准的 你不能空谈啊所以呢他们就说只要思想反动的人不用暴力来反对啊工人政权就可以 只要不用暴力其他都可以那么 但是啊但是啊但是无产阶级的专政就是要反限制啊就是要限制这种脱派的所谓工人自治的思想的传播 因为他是直接危害全民所有制的啊我这说了限制不是呃封锁不是杜绝啊限制也就是说呃你你所以这个限制和泛滥啊这里边呢有个界限啊 呃因为你看啊无产阶级掌握这个呃宣传工具的话 他不会啊咱们按按今天的这个呃呃呃比如说B站吧啊我比较熟悉的呃什么叫泛滥呢就是B站推啊对吧他推所以呢呃比如说如果啊B站被被这个无产阶级掌握了啊那么呃他是呃推送啊一种观念呢 还是限流对吧限流了啊限流呢不是呃不是封锁啊不是呃避了啊那么呃我就说你这种反动思想呢呃我们是限流了什么限流呢就是说你你必须自己找能找到啊你可以转带给别人但是我们不推荐那不推送啊所以这里边就是一个宣传什么呃限制什么 杜绝什么这这有个杜对吧啊所以一般来讲呃很少呃我主张杜绝什么东西但是起码你有些这个呃所谓这个反动言论呢咱们不推送对吧啊用这个语言来来看啊所以这里边呢不是个简单的啊就他们把这个自由啊变成一种绝对的啊 呃呃他呢说呀这个只有那些不信马克思主义及唯物论的优确性对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没有信心的人才不敢在无产专政下跟资产的小资产的思想意识在做公开的思想斗争 呵呵呵那么文革就是这种实践嘛真是啊比你们比你们偷拍讲的呀那个那个呃是波澜壮阔的文化大革命真是你好好看看文化革命各个地方的斗争尤其是那个有些打武斗了的地方哎呀那个斗争是非常激烈的啊所以呢他们对文化大革命提不出任何见识性的建议他们只会喷啊只会喷 啊然后呢后边有一段这是在注解里边说啊一旦资产阶级用大众媒体传接的机会只能与其人数成正比的时候啊那么这他们这他觉得这样了资产的思想就不会传播的那么严重了这个是也是个错误的呃想法就是说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形态的传播和这个资产阶级人数啊呃关系不大啊这里边呢 像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啊不是因为这个呃到底有多少人信马克思主义他问题就是思想的这个传播呢他是呃在在不同阶级里边他会更容易接受哪种思想啊所以呢这里边呢呃最主要的思想传播的和人数占比没有直接的关系啊呃 所以他呢就还是违心主义啊所以思想威力呢不在于一开始这个思想占人数多少而是在于他呃这个呃呃你看毛主席讲吧呃马克思主义马列主义一旦被被人民群众掌握会变成威力无比的物质力量啊 所以呃他们这些好多思想的都是挺怪的啊挺怪的啊呃然后呢这不是这种思想的交锋是工人阶级在思想上教育自己并脱离资产的小资产思想的唯一方法 那不就是文革吗真是我的天呐你们这些 先知们 把陀罗斯一看的先知们对文化革命完全 有眼无珠啊有眼无珠啊好吧呃最后一段啊 他们说国家若用行政和镇压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在意形态 呃呃呃霸权地位了那会就让人们其实去讨厌他呃我们今天看到了对吧 呃我们今天看到了卢克斯嘛对吧这个呃咱不多说了就是说我就发现现在这种宣传呀他呃就是呃过去啊资产阶级呢他是呃镇压啊封锁马列主义 今天呢呃在某些地方呃在一些国家呢他是把了把马列主义啊呃呃变成非常恶心的东西啊我就形容啊是一个啊 呃呃一个口臭啊呃满嘴是窗的人然后呢这个呃游农啊对吧然后呢他嚼口香糖他嚼啊嚼啊嚼啊然后把那口香糖塞给你愣要你去嚼他哎呦那恶心劲啊真是啊啊所以呢呃呃呃呃确实很成功的使得很多呃青年们呢呃呃 觉得马列主义是呃就是叫什么呃念经吧就念经啊在呃第九章的后边咱们就讲这么多啊那么呃呃下边呢呃呃咱们转到这个呃呃他们的第八章啊第八章第八章呢他的呃 这个题目是社会主义民主纳定为何吃饭为广泛实现啊我看了半天呢我就觉得这里边呢呃呃 他们,我这么形容他们啊,他的第八章,他有点就说,这历史啊,辜负了脱派啊,历史辜负了脱派,就是说,怎么会历史发展跟我们想象太不一样了,真是对不起我们呀,咱们看看他们解释为什么他们这种所谓社会主义民主纲领,为什么没有实现啊,那么这里边呢, 他认为他自己这个是,就是说,他说五简专的概念只是一个历史客观趋势自觉表现啊,这里他,他其实他是,他是维新主义的顶层设计,他以为他自己这是一个客观规律的描述啊,完全两码事,完全两码事,然后呢,好多东西咱们不细过了,因为我要细过,今天讲不完了啊,就是说,你看他说,中国在25年到27年的中国革命, 工人阶级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这种自我组织的,那么27年以后没有吧,也有啊,对吧,所以他呢,就特别认同这种自发的工人的组织,然后呢,他,他说在工人运动中啊,到处都呈现出这种,有自立自己的组织, 工人代表会或者类似组织的倾向啊,这个确实就在工人运动几百年来啊,工人一起来捍卫自己权利呢,他就很容易呃,自发的,自觉的,呃,不一定自觉的吧,反正反正比较很自然的呃,形成一种呃,工人委员会啊,呃,就是呃,去呃,决定工人怎么去行动啊, 啊,然后呢,他紧接着说啊,这个,呃,你看他说,我们,我们坚决相信,这个由马克思,列宁,托勒斯基和卢森堡所清晰的理解而归纳为高领的历史趋势啊,会在目前及未来的革命中展示出来啊,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就说我怎么对待卢森堡的这个一套理论啊,其实呢,我,你大家好好看看,卢森堡, 批评列宁先锋队理论的地方,都是错误的,基本上都是错误的,而且卢森堡呢,为他的错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啊,所以他看的确实不如列宁那么尖锐,卢森堡呢,在早期,确实对有点民主迷的这个特征,他对资产基的民主呢,呃,没有看太清楚啊,呃,所以,那个,呃, 至于为什么,呃,先锋队最后会变质和卢森堡的那个警惕是两码事,卢森堡说你,你要是这种集权的,你就会变成他自己反面等等啊,那个是没关系的,所以呢,我们不应该因噎废实的去理解啊,这个,用卢森堡的那个理论去反对列宁的先锋队理论啊, 这个是一个,他,卢森堡的很多地方,其实他的理论是不彻底的,你比如说他对,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就是,就,呃,很多地方是不成立的啊,他以为没有一个,呃,殖民地办殖民地了,帝国主义就没法发展起来,这个也是,呃,不成立的,你比如说,日本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日本是,呃,呃,工业崛起以后 才对外起来扩张的,所以呢,卢森堡是用英国,就是那个,殖民主义很早就发展,他随着资本主义发展,他就有殖民扩张啊,那个是一个个例,呃,不,不,或者,那个,那是一种现象,但是,呃,这个,呃,资本主义,呃,可以,呃,在没有殖民地的条件下,呃,就能,呃,呃,发展起来,这个日本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嘛,啊,所以,呃,卢森堡在很多地方呢,他的理论是, 是不够彻底的,啊,被,被历史证明是经不起考验的,啊,好吧,啊,那么,他说,他说啊,就像我们这些反对他们上面的看法的人,啊,呃,他说,因为到目前为止,所有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总是导致由少数人一个党或者那个党的领导机关实行专政的政治制度,不是由全体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制度, 他又开始又污蔑,呃,列宁的先锋队理论了,啊,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想想,他还是拿,呃,就是人民,全体劳动人民当家做主,表现在哪里呢,在他们的眼光里边,就是投票,啊,就是全民投票,啊,这个,呃,作为那个,他们,他们说是那个,就工人委员会,啊,那么工人委员会里边投票来决定,呃,是不是无产纪专政, 不是,这是荒谬的,咱们在前面已经讲过了,对吧,啊,你首先,你,你没有这个先锋队的领导,那你就不可能有无产纪纪专政,所以先锋队领导是必要条件,咱们再用文化大革命中打派仗,啊,你做个例子,你想想,文化大革命中,啊,群众起来了,啊,他可以,呃,表达自己的意见了, 啊,那么表达自己的意见的时候,意见不一致怎么办,少数不服从多数怎么办,那么,五,五斗打起来怎么办,所以你必须有一个,啊, 啊,记得严明的,从全局利益出发的,啊,这就是先锋队,啊,就是先锋队,他的,呃,先锋队是一个客观的东西, 不是群众认可不认可和是不是一个先锋队,是两码事,啊,因为先锋队在一开始,在革命的早期,比如说夺取政权以前,不一定被人民群众所认可,啊,因为,呃,因为这里边就是一个,呃,呃,在夺取政权以前,先锋队的思想,先锋队的宣传是受资产阶级的媒体的限制,打压,封锁,啊,所以呢, 呃,呃,是不是先锋队,他是客观存在的,就是说他,如果这帮人,这些人,呢,他是从阶级的利益出发的,啊,把阶级利益看成是至高无上的,那他就是先锋队,他与工人群众是不是认同他,是两码事,啊,两码事,啊,当然,你,你真正的先锋队,你最后肯定会获得工人阶级的支持,啊,但是呢,文化大革命中,咱们看到的是, 打派仗啊,群众里边,小自信的思想就像他们讲的,而且尤其是托派思想,啊,当然,中国老百姓并不懂得什么是托派思想,但是凡是把派别利益放在第一位的,他有意无意的就是托派思想,啊,他就是托派思想,啊,那么就是这里边呢, 他强调的是派系利益,至高无上,啊,为什么打武斗呢,就是派系利益,至高无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你怎么去保证 无产级专政呢,对吧,很多人,对文革中,一派,都会,就从派别的角度,分析文革,他就没法解释,啊,如果你怎么去克服武斗,你怎么去克服武斗,你,你给我出一个,比,嗯,当时的中央, 做法更好的办法来,你找得出来吗,对吧,你怎么去克服武斗,因为群众起来以后,群众的思想里边有资产金思想,小资产金思想,派性,非常严重,那么这时候,你,你就是,什么,全体人民单家做的政治制度,不就是个选举吗,选举,你怎么选,那时候打派上,他是靠武器来选的呀,我的妈呀, 你不考虑这个武斗,产生这个实际的情况,那些说法,都是空谈,对吧,所以他还是,从这个,呃,全民投票的角度,但是,全民投票的前提,是少数必须付出多数啊,在资本女社会里边,他是,钱多的,谁的钱多,谁的话语全大,他基本上,是一元一票,因为,谁的钱多, 谁,他可以宣传,鼓动,他可以操纵,整个一套东西,对吧,那么,无险专政下,那么,少数部分多数怎么办,对吧,你,你离开了这个,啊,所以呢,这里边呢,就是说,最根本的,一个在阶级社会里边,有个最根本的问题, 在阶级社会离不开国家暴力,离不开军队警察,那么,军队警察,保护的是什么制度, 枪杆子对准谁,是最主要的,所以,打武斗的时候,你要支持武斗,怎么办,啊,那么,呃,你看,三支两军,啊,就谈到文化革命了,啊,三支两军,好多地方,都是军队,派人,到地方去,不带武装的,不带武装的,啊,但是,武斗严重的地方,那当然就,有,有,有,带武装了,啊, 所以,这个里边呢,就是一个,怎么去,呃,正确的,呃,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呢,啊,所以,枪杆子对准谁,决定着,啊,什么样的群众,什么样的人有话语权,啊,所以呢,偷派呢,和无政府主义,其实是一样的,他们把,这个,啊,把这个,你看,他污蔑,他说,这个,是有少数人,啊,你想想, 生产的,这个,协调生产社会化大生产的机构,肯定是少数人,不能,不能人,啊,首先,不能是人人是国家机器,都是国家暴力,你,你,你,那个,枪杆子不是在所有人身里边,即便是在所有有民兵里边,但是,掌握最,呃,威力最大的,国家暴力的,啊,啊,飞机大炮啊,不能是美人都有吧,所以呢,还是少数人,这个少数人呢,他是保护谁的, 他是对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这才是关键的,对吧,啊,所以呢,呃,这刚才讲那个,那么在生产过程中,社会化大生产的过程中,那么你想想,这个,呃,你肯定是,呃,不是每个人都,呃,这个组织生产,所以呢,他呢,就把,这个,社会化大生产的过程中,啊, 啊,这个党领导所体现的东西,变成一个个人独裁啊,或者一党专政啊,等等,啊,所以他是,呃,说是,呃,支持先锋队,但是他把先锋队的领导,表现为在选举中,呃,获胜,把他做一个标准,啊,完全错误的,好吧,那么,呃, 啊,所以,呃,这里边呢,主要还是,呃,到底是这个,呃,在政治,经济,军事,呃,领导机关的负责人,到底是,呃,是,呃,向谁负责,啊,因为在阶级社会里边,你离不开,呃,呃,就是共产主义也离不开协调,啊,千千万万个,呃,劳动人,工人的劳动嘛,还是,呃,还是有个协调机构,啊,这个机构人到底是向谁负责, 是最主要的,好吧,呃,好吧,我这有一些批,呃,批注,我看看,基本上都讲了吧,啊,他们还是把这个,把这个,呃,所谓官僚化,就把这个组织生产的,这个,呃,这个机构和工人当家做主对立起来了,他仍然是把,呃,呃,这个党的领导,呃,和群统监督对立起来,啊,把人民群统当家做主,和宣布队的领导对立起来,好吧,这是他们一个, 那么,呃,啊,然后他们还是把这个,呃,呃,呃,他们也污蔑在这个,呃,在,呃,社会主义阵营里边,你看,呃,斯拉林时期,毛泽东时代呢, 他们说,呃,不是无产专政呢,是因为,呃,这个工人代表会的政权不存在,所以他还是用选举来衡量,所以他说,呃,下属一连串的历史因素起着交互作用,俄国的革命孤立,然后呢,苏外官僚层直绝对权利,哈哈,好吧,呃,国家机器难道不是一个绝对权利吗,啊,所以呢,这个, 他们,呃,呀,他们的这个理论体系呢,特别,呃,特别怪,啊,特别怪,啊,咱们是批判了好多了,然后呢,他后边又说了,呃,他就说整个,呃,呃,这个,呃,马列毛认为的革命的运动,啊,你不管,呃, 啊,这个,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啊,中国革命,啊,等等,他把这些呢,呃,凡是不是托派这个领导的,基本上都嗤之以鼻,啊,所以他认为这里边呢,因为工人阶级占很少数,啊,他,他们一个理论就是说,你看中国革命开始,农民起义,对吧,景干山斗争,都是农民,啊,他认为这个就是农民的革命,跟工人阶级没关系,所以他不认为,啊,这个, 这个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他不认为是这样,啊,因为他,他认为工人占人数的比例非常少,啊,所以他还是用表面现象看问题吧,那么,然后呢,你看,他说,呃,工人,呃,这下一段啊,工人阶级在中国及越南等国家中的比例之小,加上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所面临的问题的特殊性,啊,比俄国还落后,还缺乏资本的情况下,要开始工业化,以及开始 提高农业劳动生产力的问题,都在走向社会主义民的道路上,产生了额外的客观障碍,啊,这里边,呃,有他道理,就是说,呃,中国确实是非常落后,所以呢,这里边也是为什么,呃,在改开以后呢,他是先从农村作为突破口,因为工农联盟呢,不够巩固, 那么农村的这个自发的势力非常强,啊,如果你有了大规模的这个,呃,农业机械了,那么就很难从农业方面作为一个突破口,啊,但是呢,呃,但是他们这个否定,呃,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国革命,那才是没法解释,为什么 土改以后会搞合作化,为什么搞文化大革命,你想真正农民领导的革命,他没有动机去搞合作化啊,啊,只有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才会在这个推翻了帝国主义,啊,打倒了这个封建势力以后,去搞土改,啊,在搞土改以后,去搞合作化的,因为只有无产阶级,啊,工人阶级,啊,用马克思 主义的世界观去看问题,才懂得,你不搞合作化,那么,就像,这个,呃,你就会产生,呃,呃,呃,改双换代了,就变成了一个,呃,呃,呃,量级分化很快,很快地出来,对吧,所以呢,呃,文化大革命呢,呃,呃,恰恰恰证明了,啊,证明了,这个,呃,毛泽时代是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因为,啊,有文化大革命,你要,你要没有无产阶级领导,就不会有文化大革命, 啊,那么,呃,我不讲了,就说,打派仗,尤其是无斗,不好,对吧,但是他,他,实锤了,啊,呃,工人阶级的,大家做主的地位,因为,你要不是统治阶级,你连打派仗的资格都没有啊,啊,啊,所以,他们的,拿这个,革命领袖,呃,党的上层里边,没有几个是工人出身的,那,按照这样,托罗斯基本身也是个富农代表啊,富农代表啊, 不能家庭出身,但不能按出身来看,咱们要看他的主张,符合哪个阶级的利益嘛,对吧,所以呢,他们说,呃,这些国家中的无产阶级专政,从一开始就官僚化,啊,官僚化,就是,弄了半天,呃,官僚特权确实存在,官僚特权存在,这个是个问题,那么怎么去克服,文化大革命做了很多的探索,对吧,升官不发财,把官不破财,啊,这个是我们,呃,好好的, 呃,尤其是,你看,呃,上海的,那个,格尔会,上海的工总司,那个是非常优秀的代表,啊,那么好,那么咱们,他们下一边呢,咱们,呃,再看看,他又,他又,呃,呀,这里谬论太多了,我顾不上,全部这个,这个,哎,这个,左吧,呃,但是跟,跟中国革命有,呃,有关系的啊,你看这是哪一段了,呃,这一段呢,开头他说,但在目前时期,无产阶级在世界革命,具体竞争中的比重,比, 呃,四五年,六八年,大大增加了,好吧,那一段,他里边有一段,他说,同时,在群众意识,无可避免的,经过落后于现实的各个阶段以后,什么意思,不太懂啊, 啊,世界一部分无产阶级已经了解斯大林主义的真正本质,啊,坚定的拒绝,类似苏联的无产专政的模型,啊,但是,在西方的一些国,帝国主义啊,而且在东欧,啊,在中国,巴西等国,无产阶级都是如此,他到底说什么呀,他就是说,呃, 他认为,哦,他认为现在这些好多地方的,呃,这个偷派理论呢,被越来越多的工人阶级所接受,好像这个,啊,呵,那么,好吧,挺会吹牛的,啊, 好了,咱们,哎呀,真有可能今天把这一章给讲完了,啊,好吧,然后呢,他们说,啊,我们的基于,这最后倒数第二段,啊,这第八章倒数第二段,我们的基于工人代表会民主的无产级专政纲领,你看,这句话总结挺有意思,啊,就说,他,他认为什么是无产专政的,就是工人代表会民主,这从第一章开始就是这问题啊, 他,他,他对专政的理解就是这个意思啊,然后呢,他说,啊,既不是抽象的模式,也不是乌头棒的空想,啊,你说不是就不是了,啊,好吧,啊,所以,他们对什么是无产专政,是糊涂虫啊,啊,对什么民主,他们绕来绕去,是形式民主,他解决不了,在无产级专政下,比如说文革中的派仗,啊,打仗,那么,不懂得, 无产的这个民主的前提条件,就是全民所有制,你没有全民所有制,你怎么能实现无产级专政民主呢,所以他们这些东西就是,建了个高楼大厦,但是没有地基啊,在沙子里边的,没地基啊,啊, 所以他绕来绕去呢,还是拿民主,放在第一位,不懂得,所有制,在阶级社会里边,所有制是第一位的,啊,呃,不可能,离开了所有制,谈民主,啊,咱们重复了多少遍了,对吧,因为这里边呢,你想想,呃, 你那个工人代表会的民主,呃,怎么去,呃,要不要军队警察,那么,呃,民主大,呃,这个,这个,这个,在工人代表会民主里边,两派互相谁也不服谁,怎么办,那么军队警察听谁的,听谁的,啊, 啊,少数不服谁,怎么办,所以,他们,不触及,阶级社会里边,具体的,尖锐的,问题,然后呢,热衷于自己的,顶层设计,嗯,所以他以为,有了工人群众的,大多数的投票,就代表了,无产专政了,那么你想想,呃,在,尤其在北欧那些国家, 他们是社会民主党的,那么社会民主党,肯定获得工人阶级大多数的支持,啊,那么就是无产专政了吗,多么荒谬啊,所以,呃,哎呀,反正他们,呃,好多对真实,总来讲对什么专政,什么对民主,说难听点,一无所知,好吧,呃,所以呢,他说,呃,最后一段话,他说,他说,啊, 啊,我们也不能接受一个论点,说,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的话,即只要保卫,胜利的无产革命,即革命的国际扩张,还是无产专政之下的中心问题时,工人代表会议的民主政权是不实际的,啊,他否定这个,否定这个,我们的批判, 就说,他这个工人代表会议的民主不实际,不是因为还存在着帝国主义,还存在着这个,要捍卫无产这个工人政权,我们是从,不是从外边啊,我们是,呃,从内部,啊,就是说,在,在无产级专政的国家内部, 那么,工人的,呃,打起派仗来,互相不服怎么办,再明显不过的,文革中的派仗啊,无斗啊, 所以,这才是最主要的,所以他们的空想不实际,是这个问题,啊,呃, 然后呢,然后呢,最后这话,让我笑了啊,他说,我们相信相反的,工人代表会议的民主势力必须加强,对,呃,呃,势力 必然加强吧,他缺了一个,必然加强,工人国家的自卫能力,啊,为什么自卫能力强了,因为工人有民主了,啊,他就自卫能力强了,啊,势必加强,啊,势必加强,啊,势必加强,对吧,势必加强, 他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的吸引力,哎哟,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最羡慕这种民主的程序,哎哟,哪啊,引起工人阶级搞革命的,不是更民主的榜样,而是帝国主义的战争啊, 你想想,哪次,啊,巴黎公社怎么起来的,是因为,呃,羡慕其他国家的,其他地方的民主吗,啊,这个十月革命怎么来的,是因为俄国的工人阶级,羡慕其他国家的民主吗,他是要送到前线卖命的呀,啊,这帮书呆子,呃,呃,呃,民主迷,以为工人群众跟他一样,啊, 这里边是阶级斗争的尖位性,逼着人们去思考自己的前途,阶级的前途,这才是根本的,所以呢,哎呀,他们就是,呃,民主迷到了头了,所以呢,他们,呃,整个这一章就解释啊,为什么脱派的纲领没在全世界,呃,实现,或者很少有实践,呵呵,说了半天,没有得到, 很好的解释,啊,所以我的,我就讽刺他们,就属于,这个历史啊,真辜负了脱派啊,脱派一番好心啊,这么民主啊,为什么工人阶级不买账啊,真是,太对不起脱派了,好吧,呃,今天先讲到这儿,那么,加固咱们,呃,大家有什么问题啊,咱们再一起,呃,讨论吧,好吧,嗯,